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早是用来研究农业的一个术语 它的英文是involution 指社会各个阶层差距拉大 导致同一阶层只能内部竞争的现象 1963年 农民学家吉尔茨研究东南亚家庭小农场时发现 找挖家庭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 比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多很多 劳力密集化导致小农场内部的无效竞争 也就是内卷 二十多年后 美籍华人学者黄宗志发现 华北小农也有类似的情况 便在这本《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 采用内卷这个词 来研究华北地区的小农赤贫化 1985年 本书荣获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奖 1987年 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 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农民史的必读书 黄宗志选取华北三十三座村庄为研究重点 分析了自清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三百年间 河北、山东、西北部等华北地区小农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 在作者看来 与近代西方小农分化为资本家与雇佣者 从而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不同 华北地区的小农却陷入内卷的经营方式中 无法导向资本主义 最终使得华北乡村陷入赤贫化 本书分为三部分 十六章 还附有五十六章图表和五张地图 接下来 我将按照以下三部分进行讲解 第一 农业商品化与人口快速增长 如何导致小农分化 第二 通过华北乡村的经营式农场主 和家庭式农场的比较 我们分析一下 小农分化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 导向资本主义经济 第三 华北乡村结构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障碍 我们先来看看农业商品化 要想了解近代以来 华北小农经济的演变 必须要分析农业商品化前后农村经济的变化 作者以华北为例来研究赤贫化 是为了与西方学者孤立地研究 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对照 本书中所谓的华北 包括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山东等地 虽然在如今的区域设置中 山东属于华东大区 但从地理环境来说 山东与现在华北地区的 河北北京接壤 气候相近 民国时期 山东也是华北的核心组成部分 因此作者将山东作为华北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我们来看看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制度 这里主要为温带季风气候 夏季高温 降水量较少 且集中于七八月份 水源缺乏 所以主要种植旱作物 像高粱 小米 以及小麦 此外 这里纬度较高 无双期较短 就使得春夏作物的收割和小麦的种植 都需要在双降前六个星期内完成 例如 在春天播种季节 雨水稀少 而阳光强烈 播种必须在下雨后一两天内完成 否则 水分很快就蒸发掉了 同样 秋收之后 泥土的水分特别易于蒸发 需要抓紧时间种好小麦 用水和耕作时间的限制 使得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率 只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三分之一 甚至更低 而且 华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 往往使得农民们不堪其苦 首先是水灾 有文献可考的黄河决堤 就高达1593次 排涝不畅的地区 又往往会滋生黄灾 其次是旱灾 从旱代到清代 河北山东两省的旱灾 高达1078次 几乎是年年都有 但华北地区人口密度一直较高 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康前盛世时期 人口又急剧增加 这就让小农的境况更加糟糕 明初战乱之后 河北山东的人口只有700万 但到了400多年后的1800年 该地区人口就变成了5000万 增加了7倍 相应的 人均耕地面积 也由明初的20亩 地减到4亩 汉做的农业制度 频繁的水汉灾害 加上人多地少的土地结构 造成华北地区经济贫困 人民生活水平远低于 长江中下游地区 而随着16世纪 长江中下游和福建 广东的手工生产发展 棉花需求增加 棉花种植引入华北地区 改变了华北地区经济结构 由此引发华北农业的商品化 和小农的分化 与高粱 小麦等旱作物相比较 棉花种植收益很高 同等面积的收益 是高粱的两倍以上 可以帮助小农靠稀缺的土地 养活全家 此外棉花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 因为棉花根系分布既深又广 就需要在播种时候 投入大量的劳力进行深耕细作 此外相比较收割小麦可以用镰刀 采摘棉花只能用手工 因此同等面积的棉花种植 所需的劳力是小麦的四倍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棉花种植缓解了华北地区 人多地少的压力 华北小农种植的棉花被投向市场 然后输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成为明清时期 跨区流转最重要的商品之一 这就是华北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开始 到了20世纪初 山东河北的棉花种植进一步扩大 短短的30年间的种植面积 大约相当于过去300年间的总额 与此同时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中国的棉花生产开始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比如山东省的棉花主要提供给在青岛的日本棉房厂 日本工厂决定所需棉花的数量 济南和张电的日本贸易中间商 则决定棉花的标准和价格 剩下中国商人 主要负责向小农生产者收购 压花 打包 以及把棉花运至济南和张电 到了1934年 鲁西北平原所生产的棉花 70%以上都进入了日本人控制的贸易系统之中 也大大改变了山东商业化农业的结构 农业的商品化带来了华北地区小农的分化 一方面 一部分富裕的小农为追求利润 种植棉花 从中获利 收益增加 就逐渐扩大生产 形成经营性农场 本书以20世纪30年代河北两个县为例 丰润县的董天望 1931年从父亲手里 继承了86亩土地 他把大部分土地来种植棉花 获利后便购买土地 到了1937年 已经变成了128亩 同样受贿于棉花种植 平谷县的张彩楼 用20多年时间 将家里的土地从150亩发展到218亩 另一方面 贫苦小农为了生存 冒险种植棉花 但由于棉花种植所需的资本投入较高 这些小农往往以自己的土地作为抵押借款 如果遭遇水旱灾害 那些冒险种植棉花的小农就会破产 从而下滑沦为电农 半雇农和成工 成为像董天望 张彩楼这些人的故宫 之前的华北地区大部分都是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只存在少量的雇佣关系 引入高利润高风险的棉花种植后 出现了更多的土地买卖和雇佣关系 逐渐产生了经营农场主和雇工的分化 但是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并非是同步的 跟前者相比 华北小农分化是缓慢甚至停滞的 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对比 近代西欧农村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分化 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兴起 另一方面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故宫的大量产生 也就是小农的无产化 这样小农社会便渐渐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取代 而中国农业社会的变迁却与西方不同 也就是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 却导致了有雇佣劳动 却未资本化的经营式农场的兴起 以及小农的半无产化 也就是贫农经济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华北农村长期处于人口的压力下 而不同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 中国传统小农家庭常常奉行分家制度 比如一个地主有一百亩土地和三个儿子 如果把土地平分给三个儿子后 那么这个大家庭就从地主变成中农 同样的道理 一个中农家庭可能在分家后就成为贫农或雇农 与此同时 传统的纺杀织布的家庭手工业维持了贫穷的小农经济 华北的小农经济也从属于中国商品体系 供求关系相对稳定 不至于在人口压力和社会分化的压力下崩溃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 作者深入研究了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期留下的调查资料 又进行实地走访 对华北平原上的经营市和家庭市农场进行了比较 我们先来看经营市农场 经营市农场是指雇佣劳力进行生产的较大农场 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一般在100到200亩之间 劳动产品有相当剩余 是华北农村中最成功的农业经营形式 之前说过 华北地区农业商业化带来社会分化 其中有一部分人变富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董天望张采楼为代表的地主 称之为经营市农场主 经营市农场主大部分是小农出身 因商业性农业获利而购买土地 这些人大多数只是第一或第二代的经营市农场主 因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家产平均分割风俗 使得很少有经营市农场主可以保持三代以上 在当时的农村 除了经营市农场主之外 还有一部分自己不从事生产 而依靠出租土地的出租地主 他们共同构成了当时乡村中富裕的阶层 所占有的耕地面积大概在10%左右 剩下的90%的土地仍然归家庭式农场 也就是小农所有 20世纪之前 他们所占土地的比例一直稳居在90%左右 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 他们所占土地的比例也保持在80% 小农分化之后 一部分小农因为无法抵抗植棉的风险 而沦为贫雇农 一个农场主可以根据需要 雇佣合适的劳动力 鲁迅笔下的阿Q便是这样的雇佣劳动力 割卖 冲拟 撑船 什么活儿需要人他就上 如果将农场主视为是理性的资本主义家 他总会为了提高利润 尽量降低劳动力的花费 并遵照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逻辑 尽量合理地配置劳动力与土地 可以通过农场需要调整劳动力 以应对人口增长 因此 经营式农场劳动力效率 自当远高于家庭式农场 代表新兴生产力 但是 他们仍旧深受乡村经济结构的束缚 无法发展成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 首先 华北小农拥有的 灌溉耕地小快 零碎且分散 不易于管理 华北灌溉耕地面积很少 在河北是7% 山东更是不到3% 传统的分家制度要求平分田产 要根据土地的大小 质量 离家远近等各种因素 将田产分割为零碎地块 进行公平分配 避免各种潜在冲突 经过许多代人的分割 土地已经变成许多小块 分家之后的耕地 再经过频繁的买卖分割 最终形成耕地零星且分散的特点 这也是为什么华北灌溉的水源 几乎全靠小面积灌溉的私有水井 而不像长江中下游地区 有统一沟渠的原因所在 占地100至200亩的经营式农场 农场主家里劳动力也会投入生产 亲自带领长工嫩耕作 可以如前所述那样高效率地使用劳动力 但是一旦雇佣的长工超过七八个 问题就复杂了 就像工地人多需要工头一样 农场也需要有人来监督长工的工作 土地零碎分散长工又多 很难亲自督工 就需要雇佣兼工 这就增加了农场主的支出 我们熟悉的半夜鸡轿的故事原型 就是一个拥有200亩左右土地的 经营式农场的地主 在农忙时节 地主需要亲自督促故宫 如果土地更多 那么他就要雇人来督促工人进行耕作 这显然是不划算的 所以一旦超过200亩 经营式农场会觉得 出租土地的行为更划算 其次 中国传统的市农工商的观念和利益排序 让想要致富的经营式农场主 更趋向于选择当官 经商以及从军 而不是成为农业资本家 以十九世纪为例 华北地区200亩土地出租的收益 每年只有200两白银 但一个县令各类收入每年大约三万两 远非经营农业可以相比 因此 对于拥有超过200亩土地的地主来说 便有可能在积累足够的资金后 来经营商业和高利贷 并有可能通过科举或捐纳进入仕途 其收益都要远高于农场经营 所以成功的经营式农场主便会脱离乡村 转变为商人、市申或官僚 这也深刻影响到了乡村的社会权力结构 我们再回过头看看家庭式农场 根据调查资料 不足十亩土地拥有量的家庭式农场 实际上处于一种负债经营状态 内卷式的生产已经让他们负债累累 虽然在作物布局、生产技术、牲畜和肥料的使用 甚至在亩产水平上 家庭式农场与经营式农场没有显著的差别 但是二者的劳动力使用不同 导致家庭式农场生产力水平低下 这是因为人口增长导致劳动力过剩 然而家庭式农场的劳动力都是自家人 又不能像经营式农场那样采用解雇劳力等办法 进行合理的劳力分配和小组协作 由此便在耕地上投入过多劳动力 导致边际报酬下降 比如经营式农场 一个劳动力平均耕种20到35亩土地 每亩耕种平均需要10日 而家庭式农场 一个劳动力只负担10到15亩 每亩耕作需要15日 此外经营式农场的长工 每年需要工作200天 而家庭式农场的贫农每年只工作180天 甚至更少 归根结底造成家庭式农场生产率低下的原因 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土地结构 据统计 1934年 河北省占有耕地面积不到10亩的农户占40% 山东省则占约49.7% 在这样人多地少 而乡村工业 副业又不发达的情况下 农村产生大量的过剩劳动力 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农业生产率 一个劳动力若占有的土地 只耗费它一半的耕种能力 又没有其他就业的机会 它何必抓紧时间拼命来干呢 此外 家庭式农场还会因繁衍子孙带来过多的劳力 以一个劳动力平均耕作15亩计算 一个有60亩地的农民养三个儿子 便可以耕作这些土地 如果是四个孩子 收益仍然只有60亩 却产生过剩劳动力 相应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 当然 个别农民可以提高精耕细做的程度 但是土地的面积有限 五亩地再精耕细做也不会变成六亩地 因此 家庭式农场生产率一般比较低下 面对人口压力 家庭式农场无法解雇自家的多余劳力 所以无法做出调整 导致内卷化 此外 外国资本的入侵 使得棉农的命运也常常取决于变化莫测的国外市场 种植棉花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及其对东三省的经济侵略 都给华北地区植棉的小农以沉重打击 加快了小农的贫困化 对小农来说 他们无法只靠家庭式农场维持一家的生活 在劳动力功过于求的局面下 他们只能去打短工 但工资只够自己的伙食 显然 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必须同时依赖家庭式农场的经营和打短工 两条腿走路 以避免陷入完全破产的厄运 贫农家庭的外出庸工 加上因失去土地的数以百万计的游民 使社会上出现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由于贫固农阶层占华北农村人数的大多数 他们是依赖家庭式农场和打短工度日的小农 耕地过少以及劳动力的相对过剩 迫使贫固农采取内卷的经营方式 忍受急剧下降的边际报酬 生活日益困苦 贫农之所以如此困苦 还在于沉重的地租剥削压力 二十世纪的华北地区 地租已经从原来的分成租制 转变为定额租制 分成租制意味着地主和店户 摊分收成的得益和损失 定额租制则把租额和收成 地主和店户的得失分隔开来 二十世纪的华北自然灾害和冰货连结 地主更愿意采用收入不受灾害影响的定额租制 定额租制下 地主很少与店户有直接人身接触 由于人口过剩 地主不再担心土地出租不出去 租约更改越来越频繁 需要租赁土地的店户 为了能够租到土地 也会提高地租 让利给地主 小农内部就卷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 华北小农经济远在接触近代世界经济之前 就经历了显著变化 也就是经营市农场主的兴起 与大量贫固农的出现 二十世纪中国农业走向国际市场 加速了华北农业的商品化 但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分化道路 只是加剧了对小农的掠夺 因此 与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 使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不同 中国小农分化出来的经营市农场主 并没有发展成积累资本的资本家 下落的贫农和雇农 也没有发展成全新的无产者 他所导向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 而是一个内卷的小农经济 从本质上讲 华北小农经济的状况 取决于其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 也就是中国的乡村结构 二十世纪农村经济的加速商品化 以及小农的半无产化 使得农村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 也使得乡村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 十九世纪华北地区的乡村和小农 处于国家和村庄首领权力的控制下 我们先看国家对乡村的控制 这个控制一直是通过征税的李甲制度 负责治安的保甲制度 以及负责伦理道德的相约制度来实现的 以十九世纪的河北保底县为例 它包括十九里四十六个保以及九百个村庄 每一里理论上有一百一十户人家 其中南丁最多的十户需要每年轮流充当里长 以维持这些的里保运作 事实上在清代里长保长只是吃力不讨好的职位 既没有薪酬又处在地方村庄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之中 例如如果小农不能按时缴纳税款 那么国家往往会逼迫乡保出钱来补偿 因此对乡保来说想要定时定额征收税款 最好的办法就是谋取与各个村庄首领的合作 这些领导人往往是小农分化而产生的经营式农场主 再来看看村庄的权力控制 村庄首领的权力同他们的土地财产一样 可以代代相传 但同时又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动而改变 比如一旦因分家或其他因素家道中落时 村庄首领便被新崛起的富户所替代 总之掌握村庄权力的地主或富户 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政权和世身势力的村庄内部势力 也成为小农村庄与国家之间关系结构的桥梁 在二十世纪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之下 紧密内聚的村庄开始日益松散化 再加上地方政权的扩张及其对乡村的榨取 自然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作者根据自己所研究的三十三个村庄的调查资料 按照经济结构将这些自然村分为七种类型 其中世交村庄以往东北的雍工家乡和遭受战乱蹂躏的这三类村庄 是受到人口流动军阀混战以及日本侵略所形成的 是特殊情况并不具备代表性 剩下的是高度商业化中度商业化商业化较低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乡村四类 对于分析乡村结构的变化最具代表性 村庄内部结构不同 对国家政权 市身势力等外来压力所做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但凡商业化程度低的村庄 紧密内聚的自然村 大多表现出内聚力强的特点 对外来压力大多团结起来共同应付 甚至武装起来进行自卫 而半无产化的小农村庄经营着入不敷出的小规模生产 便在商业化趋势下出现分化 雇农和贫农纷纷出外拥工 富户地主则移居城市 村庄内部结构日益趋向松散化 松散的村庄就往往任由外界势力的投机分子摆布 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 这些贫穷的村庄又受着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甲板器 与十九世纪清朝地方税收大部分上交中央相比 二十世纪的华北地方政权 特别是县政府几乎截留了全部商业税 以及大部分的田赋 此外 由于警察政府各类机关兴起 兴办学校医院整修道路等公共工程的需求 以及新旧军阀混战所需的军饷 县政府还开征了很多额外的税收和摊派 例如著名小说《红旗蒲》里有一种割头税 就是农民每杀一头自己养的猪都要另交几块钱 这就是新家的一个税种 清代以来 国家政权主导的乡保征收体系 主要是征收原来的土地税 对于新开征的税收和摊派 就需要一个新的征收体系 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区长和村长 他们拥有警察和保安团的保护 伴随着摊派额度和明目的增加 加上区长和村长都是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员 这个征税系统很快取代了原有的乡保系统 在华北农村中地方政府的权力也就侵入 甚至取代了国家政权系统 这个时候区长成为连接国家与乡村的关键 也让他们有机会滋长成为土豪猎身 祸害乡理 土豪猎身和国民党的地方官吏 往往互相勾结 互相利用 共同敲诈民众 贪污 截流税收和公款 向红旗普里恶霸地主冯老兰 保证向上面交税4000元 而实际上他要向农民征收上万元 土豪猎身的兴起 正是农业内卷化 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农分化 影响自然村与国家关系的典型立正 就这样 近300年来 在人口的压力与商品化的大潮下 20世纪的华北小农 进行了不彻底的分化 经营市农场主无法发展成为资本家 家庭市农场在内卷化的道路上挣扎 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 此外 小农还需要面对来自国家的剥削 比如家中的税负 以及基层政权的压榨 这个经济体系之中的贫农 犹如一个身处水深墨井的人 再遇到水汗灾害 源源不绝的新旧军阀混战 以及帝国主义侵略 就会向毁灭的深渊滑去 即使是一阵轻波细浪 也有可能把它淹没 这正是1949年前 中国农村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晚清时期 河北山东能够成为义和团爆发地 抗战时期 华北地区遍布着禁茶记 禁忌鲁 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以及解放战争时期 华北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原因 因为 华北地区的小农太苦了 所以 反抗的精神也特别的强烈 下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本书的价值 本书开创了小农研究的新天地 在本书之前 世界农民学主要有三大传统 实体主义者认为 中国的小农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不同于资本主义经营 形式主义者又认为 近代中国的小农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生产 依据市场法则做出选择 马克思主义者则将小农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 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系之下 认为他们又是受剥削者 通过交租纳税成为被统治阶级 这三派理论刻画出了小农的三副面孔 但在黄宗志看来 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分析 需要综合这三派的理论 这是因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殊性 中国的小农同时兼备这三副面貌 既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 又是利润追求者 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 这个理论背景让本书对于小农的分析更加透彻深入 作者还首次大规模的利用了满铁调查资料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诸事会社的简称 1905年日俄战争后由日本成立 其中调查部负责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政策人物地理等国情进行调查 他所积累的调查报告和档案文书 在当时成为日军侵华的主要情报来源 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 由于当时满铁调查员很多都是日本左派信仰唯物主义 所以他们对土地生产方式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料特别关注 也给今天的历史研究留下珍贵的材料 也正是在本书之后满铁调查资料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逐渐成为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社会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除了满铁调查资料之外作者还在1980年来到中国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清代刑部档案 希望从中发现农村生产关系变化的趋势 此外他还实地调查了华北地区的部分村庄 获得很多田野调查的资料 为本书的写作积累了详实的资料基础 而如今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 对华北小农内卷化的研究已经被用来比你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差距的拉大 成了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种社会现实 那么听完本书你怎么看待身边的内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 黄宗志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黄宗志的《华北大国的小农经济》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黄宗志的区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